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有合适的机会给他 他就会放光放亮 给你无限的可能 周深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曾经在中国好声音当中被淹没 消失在人海当中 出道也变成遥遥无期了 但是去年参加了 我是歌手这档节目 他再次大放异彩 成功的翻红 这也让我们不禁的感慨 是金子的果然在哪都会发光 给他一个舞台 他的回报给你的是超乎意外 不同于上次中国好声音之后的消失 这次翻红之后的周深 在各大综艺节目当中轮番现身 尤其是青春环游记中 更担当了常驻嘉宾 和阳迪组成了双胞胎兄弟 很是受到观众们的欢迎 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宝藏男孩 观众们喜欢周深 司空见怪的一件事情 但是明星追星 是不是觉得有眼看点呢 这期节目邀请的是刘敏涛老师 同样也是因为红色高跟鞋 表情包成功出圈的宝藏女孩 在节目组安排着车里 刘敏涛老师就化身是追星女孩 疯狂的夸周深 或许有观众会怀疑 刘敏涛只是场面的客套话 但是听到他对周深的称呼 那只话呢 这是藏不住的啊 不同于大家调的周深 或者深深 刘敏涛叫的是小深 这别具一格的叫法 成功的引起了观众们的注意 也让大家看到了他对周深的喜爱 其实在红色高跟鞋那档节目中 周深也在 他也有演出 当周深爆出的时候呢 刘敏涛非常激动 直言我对你观众很久的 我说过好几遍了 我非常喜欢 我不能不说等等 没想到一贯霸气的宁大姐 私底下也是个小迷妹呢 当然啦 听到前辈的表扬和认可 周深也是开心的不行啊 想必啊 这次两个人有机会合作 应该都会心满意足吧 有什么能够比追星成功更让人惊喜呢 更何况是这种双向多欣赏的模式呢 玩偶呢 你呢 觉得呢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冲林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